原标题,邹世民向WBO申诉遭驳回,发声明称有中国人不想他赢。 新京报快讯,记者孙海光,7月28日,邹世民在WBO银量及金腰带未免战中11回合不敌日本人牧村强赛后,邹世民公司向WBO提及申诉,但两次遭到驳回。 今日,12月5日,邹世民就此事发表声明称,这场赛前承受着巨大压力,赛场外的诸多离奇因素都能够影响比赛结果,有中国人在赛前和赛中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干扰比赛。 邹世民在声明中称,尊重WBO对申诉的回复,但对结果深表遗憾,深感痛心。 此外,邹世民还在声明中称,我至今无法理解的是,那是一场中日国际拳手之间的较量,怎能有人不想我赢? 怎会有中国人在赛前和赛中不断给我制造麻烦干扰比赛? 对我,至今我想不通,很难受,很愤慨,很无助。 在输掉与牧村墙的比赛后,邹世民的妻子让尹尹飞附洛商机向WBO提出上诉,要求WBO官方将比赛结果改为无效或比赛无结果之后安排中赛。 邹世民公司向WBO提出申诉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邹世民所在的抬脚油水字,导致邹世民多次滑倒,对身体造成伤害。 二,赛事监督李昂WBO副主席,亚太区和东方洲际组织主席,在WBO中担任职务的同时,还负责当地群集组织。 李昂被指控制一个在澳门注册的PBC全集组织,可认证WBO大中国区的金腰带的领导工作,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不被允许的利益冲突。 三,邹世民被击倒后,场上裁判丹雷克斯塔普达桑没有独秒到八,直接判为故。 四,牧村墙第六回合盐匡被邹世民打出一个口子,鲜血之流。 当时有义务监督和一名助手提醒了赛事委员会,问是否可以终止比赛,但赛事委员会没有采纳。 9月18日,WBO驳回了邹世民方面的上诉,并一一说明理由。 WBO城场上主裁丹雷克斯塔普达桑比赛中曾多次提醒邹世民团队工作人员不要在角落洒太多水, 并在第十回合要求邹世民的工作人员擦干水字。 至于赛事监督李昂的身份,WBO称其是接受WBO指派。 他在本场比赛的唯一身份是赛事监督,不存在利益冲突情况。 此外,关于数八问题,WBO申诉委员会调看了比赛录像。 当时邹世民被击倒后,裁判已经读到八,并询问他是否继续比赛。 邹世民的回应是左右摇头。 至于邹世民方面提出的医务监督和一名助手提醒赛事委员会牧村墙留写一事申诉材料中并没有写明这两人的名字,也没有他们的上诉声明不应该作为申诉理由。 之后,邹世民方法依法继续上诉。 但11月21日,WBO再次驳回了邹世民的上诉请求责任编辑贵墙。